欢迎来到美厅 千古奇文、诉书短短五句话 把为人处事都讲透了 两汉时期曾有一本书被民间称之为天书 此书就是张良恩师黄世公的毕生心血诉书 他集合了如、道、兵、法、几家之常 阐述了关于宇宙人生 治国理政的独特思想 后来因为秦末天下大乱 黄世公将诉书传于张良 张良在此书的典播下 这才成为谋圣助力刘邦一统天下 实际上诉书中除了兵法策略 更是拥有为人处事的大智慧 下面给大家分享其中的五句话 编辟入理 言简一概 读懂受用不尽 一、先末先于修德 东汉经学大师王府说 德不称其祸必酷 能不称其阳必大 一个人没有学识 最多是个愚人 但若是德性不好 举止不端 就会为祸一方 所以人这一生啊 唯有先修的好品行 才能安稳立世而不倒 世纪 刘后传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一天 张良路过一座桥 迎面走来一位胡须近白的老人 就在此时 老人突然停下脚步 将自己的鞋子脱下 丢到桥底 老人当即喝道 小子 你下去把我的鞋捡上来 张良顿时一愣 虽又不解 但看到对方年纪很大 就依他照做 他不仅捡回了鞋 还恭敬地将鞋捡回来 穿在了老人脚上 谁料 老人又把鞋丢了下去 并再次换他捡鞋 张良苦笑一声 但仍旧照做 如此反复三次之后 老人大赞他 如此可叫 并传授给他诉书 这就是 黄石公三世张良的故事 正是张良始终恭敬有礼 德才兼备 黄石公这才决定清囊相授 古人常说 厚德载物 好人有好福 只有深厚的德行 才能承载世间万物 才能为自己迎来福气 但一个人若德性不够 就无法成就大事 哪怕侥幸获得一些成绩 福源也是浅薄的 菜根坛中有言 富贵名誉 自道德来者 如山村中花 自是书徐繁衍 自工业来者 如盆侃中花 便有千喜行费 世间的财富 地位和名声 如果是通过提高品行和修养所得 那么就像生长在山野的花草 自然会繁茂昌盛 绵延不断 没有厚德 仅靠功名 机遇或者是非法手段求得的福 就会像插在花瓶中的花 因为缺乏生长的土壤 马上就会枯萎 孔子也说 子欲为事 先为人圣 意思是说 一个人做事之前 先得把人做好 才华可以让人走得很快 但唯有深厚的品行 才能让人走得更远 无论何时 修一个好德性 才能拥有好福气 二 安莫安于忍辱 秦汉时期 战火纷飞 国无法度 民不聊生 很多人因为一点小小的争执 便会大打出手 甚至丧命于此 但黄石公却一生平安无事 并且活到86岁的高龄 在他看来 人活着想要平平安安 与外界环境无关 而在于自己能忍让 很多人因为咽不下一口气 常常与人发生口角 可是在愤怒之时 不经意间 他们自己就会遭到伤害 只有纳住脾气 忍下委屈 才能大事化小 保全自己 张尔和陈瑜 都是魏国的名士 公元前225年 秦国灭位后 用重金悬赏捉拿这两人 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改名换姓 逃到陈国 做起了一个小官吏的家丁 一天 那个小官因为一点小事 就用皮鞭抽打陈瑜 陈瑜身居高位多年 哪里受过这样的侮辱 怒不可遏 当即想起来反抗 张尔却在旁边 一把拽住了陈瑜的衣角 示意他不要发作 陈瑜只好忍受着鞭打 直到小官离去 张尔见到他满脸的不服气 就直言道 受到一点小小的侮辱 就去和一个小吏 以性命相搏 太不值得了 听了这话 陈瑜这才幡然醒悟 就这样 二人耐着性子和脾气 隐性埋名地活了下去 直到楚汉相争 两人才出山 发挥才能 最后各自封侯败将 生活中有很多人 喜欢争强好胜 却不知你的针锋相对 只会与人结下仇怨 结果将自己置于险地 而真正有智慧的人 都能屈能伸 及时退让认怂 正如一经所言 耻祸之躯 以求信也 龙蛇之辙 以存身也 人活于世 少一点计较 多一些忍让 才是保全自己最好的方式 黄石公在《诉书》中说 给人带来最多吉祥的 是知道满足 给人造成最大苦难的 是太多欲望 人想要活得幸福顺遂 靠的不是物质的堆积 而是依赖于 一颗懂得满足的心 公元前202年 刘邦在张良的辅佐下建立汉朝 刘邦当即遵张良为帝师 并在最富庶的旗帝 封帝三万户 让他公居百官之首 张良却推辞不受 而是选择了贫瘠的刘帝 十亿万户 当时满朝文武都不理解 认为他放弃了荣华富贵 实在太傻 但张良却只是摇摇头道 我有口饭吃就够了 后来他更是辞去朝廷的官职 主动退隐山林 成为一名闲散道人 每天就是云游四方 读书论道 活得十分逍遥自在 而那些开国功臣 虽过上了锦衣玉石的生活 却陷入权力的争斗中 无法自拔 短短十几年间 他们被刘邦徒路殆尽 众人之中 唯有张良功成身退 就连他的儿子 也能安然继承爵位 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 很多人总想着 要更多的票子 更大的房子 更豪华的车子 可一旦被欲望捆绑 最终就会在 无穷无尽的物欲追求中 变得精疲力竭 庄子有说 娇辽朝林 不过一只 阎暑隐和 不过满腹 人生在世 三千繁华 终归一日三灿 一周一饭 活着真的不必追求太多 只要能够吃饱穿暖 生活无忧 就是人生最大的吉祥与幸运 公元前203年 韩信公破齐国后 当即给刘邦写信邀功 请封甲齐王 当时刘邦身处形阳 战事十分危急 他读完来信 愤怒不已 正要写信呵斥 张良立马劝道 如若反对 韩信必反 不如借此机会成全韩信 让他镇守齐国 正是张良的劝告 刘邦这才安抚住了韩信 得以全力击败项羽 要知道 人的本性就是逐利的 总是为财而聚 因财而散 一个有私心之人 只肯独享利益 结局就是重盘亲离 无利可图 刘邦的利害之处 就在于他有魄力 在关键时刻 敢于舍弃自己的利益 曾国藩在创建乡军之初 战斗力很弱 谋士们纷纷责怪 兵士无能 但曾国藩却一言不发 而是张贴一封公告 乡军的俸禄 是国家正规军的三倍 兵士一听如此丰厚的待遇 内心很是感激 战场上各个奋勇杀敌 每次打完胜仗 曾国藩也不贪功 而是豪气地对部下论功行赏 驾官禁绝 于是越来越多的好汉能人 申请加入曾国藩的军队 就这样 一支地方组建的散兵游勇 短短三两年间 就成为清军第一战力 最终乡军多次平定叛乱 曾国藩也立下封公伟业 成为清末第一名臣 省心路终云 利可供而不可独 谋可寡而不可重 总想把利益攥在自己手上 不肯让利于人 久而久之 身边的人也会渐渐疏远 而真正聪明的人 都懂得分享利益 善于谋求更大的发展 当你能够让利于人 聚拢了人心 到最后赚到的还是自己 实际中记载 张良一生立功无数 深得刘邦气重 却从不自恃清高 无论是文臣武将 都能与他交好 就如张良自己所说 不乏其功 不尽其能 一个人若是自恃甚高 遭人嫌弃不说 还会招来祸患 清太祖努尔哈赤长子楚英 自幼神武有力 好奇社 十九岁那年 他第一次独自出征 一夜之间便夺取安楚拉库 内阔 等二十多处屯寨 掠获人畜万语 战果赫赫 一时之间 部落中诸多将领谋士 纷纷向他示好 楚英的威名胜至极点 努尔哈赤封他为贝勒 受命他执掌国政 注意 而此时 楚英也志得一满 他开始轻视那些部落众臣 并肆意凌辱他们 久而久之 就让那些心腹怀恨在心 后来 面对皇太极等兄弟的示好 他又直言 对方不配与自己相比 一下子激怒了皇太极 很快 努尔哈赤的其他子嗣 与心腹大臣 就联合起来对付他 楚英孤立无援 一再落入众人设计的圈套 渐渐失去了努尔哈赤的信任 他本可以收敛自己 等待东山再起 谁知他仍旧自以为是 想要率军谋反 结果失败后 被努尔哈赤下令处死 古迅有言 劳前须己 则负之者重 娇慢俱傲 则去之者多 一个人为人太过傲气 目中无人 无意间就会招致他人的怨恨 时间一久 朋友气你而去不说 还四处树敌 最终受人孤立 王阳明说 处朋友 向下得意 向上择损 与人交往 你只有放得下身段 压得住傲气 才能得人帮 受人助 成就一番事业 史学教授刘四曾说 素书可谓为人处事之范本 中华智谋之归宝 原本的张良有勇无谋 独自刺杀秦始皇失败后 只得东躲西藏 可在得到素书之后 他一改往日的鲁莽愚笨 变得谦逊聪慧 后来张良归隐山林 将此书广散于天下 千百年来 有人通过他 悟透了人生哲理 也有人通过他 窥见了普通人成长的秘籍 读懂文中这五句话 领悟处事的智慧 开悟己心 你也能过上更加自在的生活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